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凡堂高老师,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如果您对这个课程呢,目前还手上还没有这个教材的话 那么欢迎你到我的博客来下载 或者是直接到麦壳网下载也可以 那这个教材呢,是我来自我的在台湾出版的一本书 叫做Android与面向对象技术 台湾叫物件导向,大陆叫面向对象 都是指的叫做OOP 那这是我们这本书的一个主题 那么教你呢,怎么去建立非常的一个扎实的OOP概念 跟技术来支撑我们Android的 这一个上层应用的开发 以及呢,低层系统服务的开发 OK 好,现在我们就来进入我们的主题 就是对象的组合 好,就是我们在上一章 比较着重在于这一个 啊,类别的继承 啊,这个 啊,类别的 的这个继承 啊,类别的继承 叫Inheritance Inherit Inherit OK,类别的继承 那类别的继承呢 就是啊,这一个 啊,一个基类 那么会有很多个子类 一个基类 一个基类会有很多个子类 OK 好,那譬如说 啊,这个是啊,盒子 就是铅笔盒 我们上次有几例过了 啊,这是一个啊,这一个铅笔盒 叫Pencil Box 那么,这里有这个铅笔啊,这是Pencil 那Pencil本身 也有 很多个 这个子类 然后呢,我们都可以很容易的想象到 这一个 Pencil要放在这一个 啊,Pencil Box里头呢 所以呢,我们都会知道 然后,这边再画一个菱形 它就包含了这个Pencil,对不对 然后呢,写一个E跟N表示呢 这一个Pencil Box可以包含呢 好多的Pencil 就是铅笔盒 可以包含很多铅笔 OK 好,那现在呢 我们啊,在上一章 我们已经学会了 用这一个Ettend 在Java呢 这是我们概念上叫继承 好,但是这个的Java的关键字呢 啊,Java呢 是叫做Ettend 啊,Java呢 啊,是Ettend 啊,就是扣充 啊,意思就是 啊,他除了继承之外 啊,他还可以扣充 啊,他是 啊,继承了这边的 这一个属性 跟他的行为 之外 他在扣充 其他的行为 所以是 这一个 啊,子类 啊,扣充这个 负类 啊,的什么呢 的,你可以增加 这个属性 你可以增加 行为 你可以修正 他的行为 OK 修正负类的行为 好,那么我们 在这一张呢 我们不要关心的 叫composition 就是组合 或者aggregation 啊,叫composition 或者是 aggregation 或者aggregation 都可以 啊,就是组合 那组合呢 就是怎么样把pencil 这个放进去pencilbox里头 好,让他 关系可以建起来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 有一个 铅笔盒的盒子 咯 这是 啊,pencilbox的对象 这是类咯 那我们建立 我们假设类是用这样表示好了 好,我们类就是用这样表示好了 这个,那这个就是对象 那我们就拿这个 拿pencilbox呢 的类 来产生这个对象 好 所以这是 啊 pencilbox 的 object 这pencilbox的对象 好,那我们 啊 这个叫做创建 拿这个来 来这个 new 就是我们在上一张 讲过的 这个 构造式 以这里的构造式来new 这个的对象 然后呢,一样的 拿pencil 啊 或者是这里的籽也可以 来new 啊,new两个对象好了 这边也是拿他的构造式 就是 来new 这一个两个对象 那这边是 pencil的 object pencil的object 然后呢 接下来呢,我们都知道这个pencil 啊,pencil有他自己的 这一个 参考 就是对象 都有他的reference 啊,对象有他的reference 就是参考 也就是指标 也就是point 啊,也就是point 啊,也就是point 对象都有他的参考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对象 的指针 就是他的位置 把他 丢到这里来 因此呢 这边就可以定一个 叫做 小变量 啊,譬如说 P1 他就可以指向他 就可以指向他 OK 那这边 同样的这个对象 也可以把他的指针 传过来 这边放在这边的小变量 叫P2 所以呢,他就可以指向他 因此呢 就构成了 铅笔盒 包含了铅笔 铅笔盒包含了铅笔 OK 好,那我们 现在是 怎么样把这个指针 抛过来 啊,怎么把指针 抛过来 好,那么接下来呢 啊 这一个这边的指针 就是这个大的 Pencil Box 也有他的参考 刚刚是谈的是 这边Pencil的对象 有他的reference 有他的point 那么 这个铅笔盒的对象 那所谓所有的对象 在 内存里头都有他的位置 所以所有的对象 都有他的reference 所以这里也有他的reference 因此呢 就把这个 Pencil Box的对象的reference 把它传给他 这边也可以 做一个 小小的小变量 让这个小变量呢 能够指向他 这边也弄一个小变量 双向 然后这边也可以指向他 因此呢 就变成双向 双向的互相参考 双向的互相参考 OK 那就构成一个 比较 严谨的 比较紧密的 一种双向的 一种组合关系 这叫做 对象 的 双向组合关系 关系 是双向组合关系 OK 那我们 在这一张呢 我们就想来 介绍 怎么建立出 这样子的一个 组合关系 OK 这样组合关系 那我们现在 就来进入 我们的 主题 那首先 帮你说明一下 这一张里头呢 我们将介绍的 第1个叫做 Z10的参考 Z10参考呢 这个是 一个 比较特别的参考 那什么叫做特别呢 其实也没有很特别 就是 刚刚所提到的 这一个pencil box 这样的一个对象 然后呢 这里有一个pencil 这pencil的 一个object OK 这都是 对象 这边也是对象 OK 那么 这个pencil呢 他自己 想把他的 参考给他 就是说 他自己的参考 他自己 他自己 知道他的参考 叫做GIS 就是说 在这个 任何对象里头呢 只要 我们用到GIS这个字元 字元 都是 指向自己 意思说这里的里头呢 有一个小的pen量 叫GIS好了 可以这样看 然后这个GIS呢 就指向自己 指向自己 所以呢 当他 这一个 要把自己的 主帧 或者是参考 给对方的时候 他只要把GIS给对方 那么 存在对方的小便量里头 他就指向他了 OK 同样的 这个pencil box 也有个GIS 这个GIS呢 也是指向自己 指向自己 所以这个GIS呢 可以把 pencil box 可以把GIS呢 给对方 对方呢 也都可以指向他了 OK 所以呢我们 在这一张呢 是依赖 这个GIS参考 那 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参考 参考到自己 把GIS的参考 来应用 到建立 对象 之间的包含关系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会 接下去我们就会 以Android的 Activity 跟View 这个关系 因为大家都知道 Activity呢 是来 定义 这个 UI 以及UI的浮动 那里头包含了很多View的 这一个对象 那这个包含呢 这个就等于 Pencil box 相当于 Pencil box的角色 那这个就相当于Pencil的角色 OK 所以呢 我们就藉由Android的 这个Activity呢 跟View 来 解释 这一个 Z10的应用 也就是解释 这样的一个 结构 然后呢 藉由Android的 背景 让你了解 这个结构 他的 应用 以及他的意义 好 那 我们会在几例呢 更详细的 跟所有的对象 之间的一种互相包含的关系 那接下来 最后呢 把这样的一个概念 对对应到 C跟C++的 这个 编程 让你了解 这一个 在Java这边所学到的 这个OOP的概念 这个OOP的概念 那么 在C++ C这边也是 可以应用的 让你有对 能够对 Java C跟C++呢 有一个 整体的观点 就是 就是 一棵树 这棵树呢 这棵树呢 的根部是OOP 那么 一个树干 通往 这个Java 一个树干 通往C++ 一个树干通往C 尤其我的 OOPC 那这样子 这个 我们现在这个课程呢 学这个 这个OOP 就非常有价值了 然后呢 这三种呢 上面 就应用在 Android上 这Android的这个 这个 代码 就是有这三种所过程的 三种所过程的 OK 那之后呢 可以再把这个OOP 应用在 这个 JavaScript上 又可以创造 这一个 HTML5 又可以跟HTML5来做一个对接 Android 再加上HTML5 再加上JavaScript 那就构成一个 完美的体系 所以我们现在 为什么会 花精神呢 来说明OOP的原因 就是 这个 要创建立出 这样的一个知识体系 然后呢 让你整 掌握的完整的 Android 以Android平台 啊 为中心的 这样的一个 编程的 技术体系 OK 编程的技术体系 现在我们就来看 这个历史的参考咯 类别函数 各有一个 历史参考的引述 这个引述呢 我们 要来说明一下 这个引述呢 在上一章呢 我看到这个大陆 翻译程叫做自备量 但是呢 自备量加上参考这个英不是很漂亮 所以呢 我这一章就回到台湾的 翻译叫参考引述 引述这个字呢 是来自英文的argument 这个argument呢 那么他跟这个参数 有一点点相关 就是 参数呢 叫parameter 这个我们 换一层引述 然后再换一层参数 那我们现在来说明一下 这两个的 他的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在这里 函数呢 里头有这个 包含的 这个 这个我们如果只看函数 我们会说为就是参数 会把这个说成是参数 对不对 好 那 但是 真正的用法呢 应该是引述才对 在英文的 标准用法呢 这个称为argument 不称为 parameter 那么一般称为 那么一般称为parameter的话是指这个 指这个100 这个才叫做 这个parameter 参数 然后呢 这个80也是 OK 那这个叫做 引述 argument 但是 一般来讲 都不会 那么的 严格的这种要求 所以有时候呢 来的时候 这个引述的值呢 也是100 OK 也是100 所以呢 这个叫做一个叫做引述 一个叫做参数 OK 然后呢 在这一个 啊 我们讲这是一个class 好 那我们这个class呢 的对象 或者是class里头呢 都有一个z这个 啊 这个 reference 这个参考 就是z这个参考 他是永远指向 目前的对象 就是如果以对象来讲 他就指向自己 好 那以类来讲 他就指向目前 这一个 啊 所在工作的 这个对象 叫做目前的对象 那什么叫做目前对象呢 啊 在这里 像这一个 我们现在有new 就是 要求这个构造式 这是我们上一章所提的 要求这个构造式 来new一个对象 啊就是 这个构造式呢 啊 这构造式呢 new的一个对象 这是 free的 这个类的 这个 这个object 这个free这个类的 object OK 好 这个free这个类的object 然后呢 他创建之后 会把他的参考 传到 这一个 传到这个a 所以这个a呢 是一个小变量 相对上的 他是分身 所以就把他称为小变量 其实 正式来讲没有这个名称 那我只是对分身的 一种说法 就是小变量 所以他就指向他了 就指向他了 OK 好 那现在 这 这一行这个 所以他在 new他的时候 他就会调用他 会调用他 所以在 第1个动作 这边的时候 就会new一个这个对象 这个对象 那new的时候呢 他是先扣他 扣他 然后把这个100 copy给 这个amt 这个叫做引数 所以这个时候引数的值呢 这个也是一样 这就是他的引数 这个时候他就100 就100 对不对 好了 那这里头呢 因为这个free里头已经有一个定义一个变量 所以呢这个对象里头呢 会有一个 amount 这个 属性 那他的值呢 一创建的时候这个值呢 还是空的 还是空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要做这个出值的设定 就会把这个100 100 把它放进来 把100放进来 但是 这个你看这里有如果连这个都看 他总共创建的 创建的是 两个对象 一个是 V 可以创建很多个对象 然后呢 这个对象也有一个amount 的属性 的属性 在他创建的是空的 所以呢 他现在 好 那我们 设设的这两个 假如这个类目前有两个对象 有两个对象 这个类 那现在呢 我们这两个对象 那到底呢 我这100 要放进去这里 还是要放进去这里 对不对 那80呢 到底要放进去这里 还是要放进这里 所以不知道 不知道 所以呢 他在调用他的时候 对不对 那 目前创建的是 就以这一行来讲 我们现在讲这一行 他在调用他的时候 是创建的这个对象 所以这个对象 就这个行 代码来讲 就这个函数来讲 目前在 处理的对象是这一颗 所以呢 这一颗呢 就这一个函数来讲 叫做目前的对象 叫Current object 所以这个时候呢 的z10呢 就是指向 Current object 所以就写一个z10.amount 他就把100 Copy进来了 就把Copy进来了 OK 好 那么 这样就结束了 接下来呢 在New非80的时候 那 他也是调用他 调用他的时候呢 这个子呢 在调用的时候这个子呢 是80 这个子也是80 那这个80呢 那这个80呢 现在要assign给 这一个amount 而且是一个gis 所以呢 就这一行的 就这一个函数来讲 目前的gis 就是指向 Current object 目前的Current object呢 是针对这个object 针对这个 所new的新object 就这一颗 这一颗 所以他就把这个80塞进来 塞进来 因此呢 这个对象 的 amount的值是100 这个对象amount的值是80 对不对 好再来 在aDisplay 这个时候 那么 我们会来调用Display 所以这个Display呢 目前 是在处理的 是a这个对象 在这里 所以其实这个a就可以看得出来啦 这个a 点Display a就是Current object 就是这一颗 就是a所指的叫Current object 因为你叫他来Display他嘛 所以Display呢 他会 就他而言 他是 这个是Current object 因此呢 就把他印出 Current object的avount 所以就把这个80 这个100印出来了 好再来v 点Display 从这边一看就知道 目前叫Display 去处理的 是v 所指的那个对象 所以v 所指的 这个对象 所以呢 这一个对象 就是Current object 不是v 是v所指那个对象 才是Current object 所以呢他就把 这个z呢 就指向他 z呢 就指向他 不是指向v 指向他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就把这个 z呢 这个 这个对象 z所指的这个对象 z所指的这个对象 就是这一颗 这一颗 然后呢 来 这一个 也就说这边还有一个z 的小便量就对了 这个z小便量呢 就指向他 OK 好 就是指向他 所以呢 这个就把他 只把他显示出来 OK 所以我们就来 说明一下 就是a跟v 是free的 类别的对象 这Angle来讲 还要再加一个 对象的 参考 他的内容 就是 这个对象的参考 那 所以应该是参考的 变量 Variable 变量 OK 当这个电脑执行到 A display的时候 A就是目前的对象 应该再加一个 的 参考 就是 N格上讲起来 其实这样讲大家 习惯 很多人大家都习惯着这样讲 但是事实上 这个 要能够更精确的 能够认知 那就要加上 A是目前 这个对象的参考 那discrate里头呢 有一个 这个z 在discrate函数里头呢 他 有一个z的指针 z这边 他就正参考到 对象 A 所指的 对象 所指向的 这一个 的 这一个 object 手指向的object OK 这样就对了 所以 这个 例子呢 正 参考到 对不对 对象 A 就参考到 这一个 A 所指向的 那个对象 A呢 就是 A你也可以看成是一个对象 没问题 OK 所以呢 就是 A就是 就discrate呢 A就是目前 对象的参考 好 那z10呢 正参考到 这个A所指的对象 所以A呢 就是目前这个对象 参考 A就是目前这个对象的参考 A A就是目前这个对象的参考 V 是另外一个对象的参考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这个A是目前这个对象的参考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在 man function里头 有一个 A这个变量 对不对 因为A呢 我们是 你看 就以这个代码的结构来看 A跟V 都是定义在 宣告在 这个 man的函数里头 对 宣告在man的函数里头 那在这一个 类里头呢 是不能用的 是不能用他的 所以呢 那我们就以这个 呃 代码的结构来看 这个A 是定义在 man function里头 那么他参考到 这一个 这个对象 这个free的对象 好 那么当他调用他的时候 对不对 当他调用free 或者是display的时候 那 进来到这里 进到在这个函数 那么他也有一个 他本来就定义了一个 z 也就是会把这个z呢 这个参考呢 传进去 给这个函数 所以函数里头有一个 引数 叫z 其实z是引数 是这个函数的一个引数 OK 那你 直接认为他是一个参考 也可以 那就是 在这个 函数里头 或者一个z 这个 指针 或者是参考 可以来参考到 这个对象 参考到这个对象 那就是在free里头呢 所以呢 当a 这一个 当你在这个a 譬如说 a把他set一个子进去 80 那你再 free.display 就可以透过 这一个 把这个80把他抓出来 所以呢 这里的z amount 就抓到这个80了 抓到这个80了OK 所以呢 你可以把 这个800 用a把 Tocoa 因为a就是他嘛 就指向他 Tocoa 把800塞进去 这边可以Tocoaz 把800抓出来 的意思是这样 这边也可以 把Tocoaz呢 把这个1800 塞进去 加1000 这边 再抓出来的时候 变成1800 OK 所以呢 就是在函数里头的z 指针 指向这一颗 也就是a 指向的这一颗 那这就是 叫做current object 叫current object OK 所以我们 就再来 说明了 z 参考到的对象 a 其实参考的是 a 所参考的对象 a 所 所参考的 的这个对象 是a 所参考的对象 z 死纳跟a 都是参考到同一个对象 所以也就是 a跟 z死纳参考到同一个对象 当电脑执行到这个v display的时候 v就是目前的对象 v就是 指向 指向 目前对象 那也就是所谓目前对象 就v指向的那一个 OK 就是当你这个时候 v手指的那个对象 而display 函数的一头就有个z的这个参考 他也指向了 这个对象 同一个对象 也指向同一个对象 也是这样子 所以这是 这是v的对 这是另外一个对象 对 由于呢 这个z是参考到 正参考到这个对象 所以呢 z跟v 是参考到同一个对象 OK 其实v 不是对象 v只是对象的参考 这个要 能够抓得准 那但是 大家为了方便 常常会这样讲 对象v 就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常常会讲 这个 我们拥有一个对象v 就这样子 再来 拥有一个对象v 拥有一个对象a 这里 这里 就像这个我们常常会说 我拥有一个对象a 拥有一个对象v 其实呢 不是 是拥有一个对象 然后 让a 指向那个对象 拥有一个对象 让b指向那个对象 那这个是 叫a所指向那个对象 去执行display 也就是让display 去处理 a所指向那个对象 也就是让display 去 处理v 所指向的那个对象 OK 他的 观念是这样子的 所以呢 有时候呢 就会直接讲对象a 但是事实上 大家心里要很清楚 其实呢 这个a跟b 只不过是 那一个 Current object 那个目前对象 的参考而已 所以这个图很重要 OK 对于你在 心里中呢 对这个a跟b 对dis呢 才会有一个 非常精准的 一个把握度 OK 那这就是敦马固功夫了 那这个功夫呢 对你未来解释 这个 Android 里头呢 Java C C++的编程呢 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敦马固功夫 OK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谢谢咯